张继青 我是第一次1987年回中国的时候 那时我就听说 南京有一个名演员叫张继青 他的功夫非常深 非常好 尤其他唱 他有个外号叫张三梦 所以他唱金梦寻梦 牡丹亭里面金梦寻梦 还有烂格山里面吃梦 最有名 我就已经知道了 说起来的话也很长 原来我是在江苏的 那么白信勇先生 第一次他到大陆的时候 就是到国内 到大陆的时候 就是好像是七几年大概 七几年 将近八十年代大概 他到南京来 他到南京来就是 看了我的三梦 张继青的那个功夫是深 他的他的那个念场 他的第一 他的那个 他的那个 那个风 那个 那个演出的风范 非常的沉稳 一步是一步 他的台步 非常沉稳 他非常的收敛 他的那个 那个作风 非常深刻 他就对于那个 吹吹就表了 他唱土字 土音 土字 很讲究 那么慢慢的就跟他熟了 那么给我们的印象呢 就是白信勋的 他很尊重艺术家 他很平易近人 他平时讲话很和善 就是给我们这样的印象 张继青在1986年的时候 带着这个《游言惊梦》 到日本去演 以及在欧洲演 轰动 场场爆满 那我们甚至都有看了 他在1986年的电影 还不是录影带 是拍成 回到这个中国以后 他们把它拍成电影 就看他那个表演的方式 那是敬佩到 敬佩到不行 就是他一个人 可以唱50分钟 独角戏 这个在外国的剧场 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就是说一个Soprano 他一个人要演50分钟 那是天大的考验 可是对我们来说 不只是唱50分钟 他还要表演 他要唱作念大 全部都要做 还有身段 这个的能量跟能力 是远超过于 在共同时间相处的 所有的国外的 这些表演方式 他这样做到 的